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1月3日 星期日 今次和各位朋友一起說說香港大追星的網絡熱話 先說說有關結業潮價 這次不是說香港 而是廣州的餐飲近期疑似爆發結業潮價 據報大量的連鎖店都關門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說說 令B商也說說各大的網上熱話 據報近來在港鐵裡有一場精彩的罵戰 當中港女涉戰這個大叔 流利說初後是震撼網友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廣州疑似爆發餐飲的結業潮價 當中有大量的連鎖店都關門 另外也有人寫告示 說老闆惡意欠身 沒有辦法聯繫 問題到了 在今年進入9月10月過後 廣州接連傳出多個連鎖 餐飲品牌是大量關店的 甚至是有全線倒閉的消息 當中主打純手工廣式麵包的廣州本土的烘焙品牌 例如麥理堂被爆大規模結業 10月25日 廣州各大微信群組之上 突然流傳網友在連鎖麵包店 麥理堂拍到的一張照片 只見收銀為截貼了一張疑似 是那間店的店員 人手寫的 就說老闆欠身 不要充值的A4子 麥理堂這間連鎖麵包店 據報分布廣東、海南、北京等地家 通過美團平台粗略計算 目前已經有超過30間分店 顯示為優業關閉的狀態 另外到10月26日 有小紅書博主到了麥理堂 在市內的多間門店 發現通通都關門 亦有網友說 那個品牌在關店之前 依然積極搞低價促銷 吸引消費者去充值 另外據內地媒體南都灣財社 有剛剛開業的門店員工表示 他們沒有辦法聯繫到工廠老闆 是沒有了貨源 只能夠考慮轉變為家民是其他品牌 廣州多間麥理堂門店都已經關閉 有門店甚至貼上告示就說 老闆惡意欠身 無法聯繫 當中內文都提到 一份麥理堂創始人王卓華 在10月26日發布的聲明顯示 那間公司由於資金鏈斷裂 已經進入破產和清算流程 沒有捲款潛逃 另外還有一間 經營了15年並且擁有多間分店的粵賽品牌 廣州青森雞 沙田乳甲店都突然間有業 逃不過結業潮 當中這間的廣州青森雞 沙田乳甲店 是創立於2009年 貧植兩大招牌菜 青森雞和紅燒沙田乳甲 迅速走行 成為廣州少有名氣的餐廳 並於廣州各區都有開設分店 到9月30日 網上傳出廣州知名餐飲品牌 廣州青森雞沙田乳甲店 是突然大批門店關閉 引來網友的廣泛關注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據報廣州的餐飲都爆發結業潮 而且全部都是連鎖品牌 一倒閉就倒閉幾十間 另外這些店舖很流行 開張會員卡 食客可以充值 充值在卡上來到下次再消費 現在估計有很多的苦主充值過後 結果那間店鋪倒閉 於是那些錢可能血本無歸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若然有網友的朋友 喜歡不上消費都要多加留心 尤其是要開儲值卡的餐飲服務 要多加小心 另外結業潮 是不是已經蔓延到去廣州 因為最初是香港出名 現在的情況連廣州的餐飲都做不住 近日更加說很多內地品牌 打算殺日本港 這個時間是否應該要先穩定一下自己的生意 才再向外發展比較好呢 另外也說熱話 根據HK的報道 有關港鐵粗口大戰 港女被人踩 然後涉戰大叔 互爆粗口 震撼全網 網友爭她 她真是身經白戰 對峙很工整 那內文提到 港鐵難免人多劑比較 但要互量互讓都不容易 本港社交平台瘋傳影片 有人承擔港鐵觀塘線的時間 拍到一個站著的大叔 疑似踩到前座位的女乘客的腳 雙方展開三字經MMA 互相爆粗涉戰 女生要求大叔走開 不要再踩X島我 大叔一時是接招不下 只好反擊就說X我做什麼 亦都在問候對方媽媽 然後叫對方收爹 兩人對馬的時間 旁邊的男乘客忍不住偷笑 女乘客反問 被你踩X島 難道不X你嗎 你再這麼大聲說我發瘋 解釋自己爆粗是因為被他踩到 串爆大叔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因果關係 大叔隨即踩入陷阱 就說了一句不知道 女乘客乘性追擊 就叫他 那你回去讀多幾年書 雙方爭持不下 最終要旁邊的乘客勸交 影片引來熱烈討論 網友一致認為 女乘客在這場粗口罵戰當中 是贏了 形容那個女仔 身經八戰 她對話很合理 對峙很工整 同時又大讚 拍片者 趁著列車埋站開門的時間 下車再走到另一邊的車門 再上車 以便在車廂裡的另一個角度 可以直擊事件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網上熱話一致 據報個女仔被大叔踩到 要求大叔就道歉 大叔不肯 發難走 怎知道這個女仔相當冷靜 意思是問他 你踩到人 不用道歉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因果關係 怎知道阿叔就跌落陷阱 就說不知道 你一說不知道已經輸了一半 因為對方就可以叫你讀多幾年輸 整個過程寫上網 都是那句 有時弄到人 踩到人 便道歉 何必死慘 另外亦都說這宗消息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屯門男子 踩價值10萬元的越野單車 與客貨車迎頭相撞 遭到撞飛駕 腳相送軟 另外問題到了 荃灣大嵐林道 是發生交通意外的 在昨天11月2日 下午5時 一部越野單車 在田夫仔附近 同一部客貨車相撞 28歲姓梁的男單車騎手 被撞飛到臥地上 腳部受傷流血 幸好保持清醒 救護員接報到場 將事主送往人際醫院治理 據悉當時姓梁的男子 獨自一個人 是踩著越野單車下坡 涉事的客貨車 就沿相反方向上坡 懷疑客貨車收制不及 導致兩車迎頭相撞 意外過後救護員 帶著涉事的越野單車 和姓梁的男子一起送去醫院 翻查資料 這部的越野單車 售價超過港幣10萬元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男子幸好清醒 誰是誰非 還要有待了解與調查 另外亦都說這件事故 根據HK的報道 馬安山靈泰路私家車自焚 車頭噴火 濃煙沖天 問題到了 昨天11月2日 下午4點22分 警方接報馬安山靈泰路 一輛私家車起火 消防人員港底撲救 到下午4點9 將火救息 事件中幸好沒有人受傷 據了解涉事的私家車 疑似在行駛途中突然起火 司機自己報警 從現場照片可見 私家車車頭是損毀 霧出紅紅烈火 黑色濃煙升上半空 汽車零件散落地上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